最后完成的程式画面放在哪里放在这边下载网络资料这边就是第6的第6的这个下载网络资料这边的哪里呢这边有个程式码你可以把这个程式码展开来弹出之后的话呢就是这一个啦就是今天我们讲的我把它放在这边那你可以参考一下我有把最后那个删除列的地方把它加上去所以这边有加一个删除重复标题列的这个部分 实际上那个观念就跟之前好像在前一阶段课程里面有提到那做法上面不外污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我把最后的结果demo给各位看一下最后做完之后的话我就加上那个删除重复的这边然后他可以怎么样我下一个中断点好了直接执行前面都一样OK那最后的话因为有这些开课状况开课状况的重复标题列所以我就在这边写了一个删除的 那基本上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OK全部通通都删掉了开课状况的这个重复的标题列应该都不见了好那假如说我在这个地方做你会想说刚刚的动作它是怎么做出来的本来是有的可是为什么这个开课状况呢全部删掉那我刚刚讲的几个重点反正以后你要删除重复的资料或者删除你要删除的或者甚至即便是删除空白的 列也都一样反正你要删除什么道理非常简单第一个请你怎么样倒过来之前是forI等于2到最下面一列可是请你怎么样颠倒一下把最下面一列跟2把它颠倒本来是2到最下现在是最下面一列到第二列OK这个最下面一列到第二列 然后后面加一个关键字step就是阶层原来的阶层是1往下可是你现在倒过来的话记得加一个负1负1的话就是越来越少的意思越来越少减1减1减1一直往下减就对了所以它会怎么样从最下面慢慢慢慢帮你去跑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个顶多一个逻辑 逻辑 逻辑这逻辑嘛如果你最下面的一列你抓出来它的那个什么A栏里面的资料如果抓到这边的这个列里面的这个跟这个rangeA1里面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就这个叙述如果这个列往上抓到这里了如果都不一样的话就跳过换下一个跳过换下一个直到第14列好了那会怎么样呢 这样一样的 就是把那一列删掉 那一列这边就要换一个 叫Rose 刚刚有Colins 不就是Rose 这个物件名称都很好记 这个Rose 记得不是说你里面一定要加个刮符 刮符指的是那一列 哪一列 因为你现在等号的那一列 你跑到I就是14 所以这边要告诉我14列把它删掉 那特别注意 千万不要像有个同学忘了加刮符 你忘了加刮符是怎么样 全部的列都都删掉了 就全部消失了 所以特别注意 刮符里面的东西指的是哪一列 那当然同理可证 以后你要删哪一籃 刚好像也有 可不可以删复数籃 当然也可以 刮符里面你也可以给它一个复数 123456都可以 最后的话它就会一直帮你跑 跑到最上面为止 停掉 OK就结束了 所以刚刚有少了这个删除列部分 那就可以了 所以你们等一下也当然可以再找其他网站 任何资料 反正 你只要有网址 它是公开给你的 你都可以把它抓下来 OK 好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那待会的话我们再取另外的例子 就是也许从那个雅虎股市好了 雅虎股市里面有当日行情 总共有33党股 33类股 OK 那当然呢 你可以怎么把它抓下来 我前面的范例是 也许是一个就新增一个工作表给它 不过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不OK的话 你可不可以 一个 假设我要全部类股集中在一起 那你干脆就是像我们刚刚一样嘛 所以有两种方法 一个类股 一个工作表 一个类股 一个工作表 一个类股 那如果你不希望是一个类股 一个工作表的话 那你当然可以怎么样 可以 像我们刚刚一样 就把它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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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重复的标题栏 你再把它删掉 最后如果你要做一些格式化啦 比如说 它 如果箭头向上是绿 不 应该是红色 你可以把它改个颜色 箭头向下 那就是 有没有叠嘛 那你就给它一个绿色字 诸如此类 你也可以把它格式化 或者你需要的蓝留下来 你不需要蓝删掉 或者你可以设定说 哪一些是你要看的 或者哪一些是你不要看的 那当然你也可以做一些筛选的动作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那我们也先暂时休息一下 这部分 所以如果你要快速的抓 当然如果你意犹未尽的话 你也可以试试看 东吴里面还有很多 其他像什么 语言班 学分班 还有政府鼓注班 反正如果说你 你会发现它的规则好像都 差不多好像是更改在ID 跟那个type class type的ID 我们试试看 那 那 好